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车见车爆胎的小编 今天又来给大家扯淡来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文章 请记得订阅哦 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文章内容是 前不久 女神高圆圆在出席某活动时 身上一个很小很小的细节 被细心八卦的网友注意到了 因此网友们怀疑她合照 又停婚后其实并不幸福 之前的种种全部是演出来的 原因是因为活动当天 女神高圆圆虽然颜值依然在线 气色也很好 但是由于穿着半身裙大陆美腿 所以导致被许多记者 拍到了腿部有淤青的高清照片 也是由于这个淤青 让不少网友在网上质疑 或者说肯定的传播 高圆圆遭遇家暴啦 于是纷纷担心四家偶像的网友们跑到了传说中 对娱乐圈默的一清二楚的中国第一狗仔卓伟的微博提问 大家相信并且坚信卓伟一定会不负重 忘了给出一个完美或者惊爆的答案 然后卓伟欣然赴约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问这个问题的朋友是从哪里听到的这个传闻 以我了解到的这个情况 和我自己的判断 这个传闻肯定是不属实的 赵又婷和高圆圆婚后 还是非常恩爱的 高圆圆也一直在积极备孕 而且以高圆圆的个性 是绝对不会容忍自己的老公 对他动一指头的 所以没关的群众们 对这个答案可还满意 要是满意的话 大家就都散了吧 感谢您的耐心阅读 阅读使您更上一层楼 另外如果您有什么想法或者看法 都可以发表在下面的评论区里 欢迎大家吐槽 她是陈少聪的野蛮女友 演技秒杀白百合 用一双手就征服男友外科风云 开拨前 刚好遇到白百合出轨风波 在该剧备受质疑的时候 却被男二科女二给抢了风投 赢得一众好评 讲真 多少人被这一对给圈粉了 今天小编给大家讲讲女二洋语 扮演着蓝莹莹 蓝莹莹 出生于上海 中国大陆演员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08级表演戏本科班 2011年还未毕业的蓝莹莹 被陈佳上导演选 为主演之一 出演电影画壁中海棠一角 正式进入娱乐圈 2012年在《青宫剧真》旋转中 饰演幻璧而受到关注 在剧中 蓝莹莹饰演的洋语演技分分钟炸裂 小编印象最深的就是逼婚陈少聪那段 面对情绪低迷的陈少聪 洋语眼眶微红含泪开始了掌握男友实力 逼婚的戏码 回答错误 再说一遍 瞬间秒耸的陈少聪那句结婚 为着对洋葱CP高甜高虐的感情之路画上一个 完美的句号 洋语是急诊式的一名小护士 虽然看似柔弱 却拥有乐观坚强的开朗性格 泼辣干脸 与陈少聪是对喜愿家 日常打闹斗嘴令人捧腹又动容 外科风云中 蓝莹莹饰演人和医院急诊科的护士杨宇 正与果敢 是面临紧急情况下冲在前面的急诊式能量库室 工作上认真敬业 生活中尽显阳光坚韧 还有点虎的小属性 在对付友人和小霸王陈少聪之时 恩重技能轮番上线 欢托的人和小霸王遇到能量小护士后 智商即刻掉线 两人几次相爱相杀的交手 都以洋语完胜告终 洋语这个角色所传达出来的感情与性格 都是十分的鲜明 阳光善良且坚韧的能量护士 被网游称为旧诗后 原力女生的蓝莹莹身上 与这个角色有很多相似之处 她表示 据中阳语蓝莹莹是 与陈少聪 李嘉航氏的关系也是默契十足 这一对急诊科互相扶持的能量情侣 美 四在争执的时候 小霸蛮的杨语会占上风 让自己的搭档秒耸 工作之余又会展现互损互对的另类秀恩爱模式 在剧中 蓝莹莹饰演的杨语演技炸裂 分分钟令观众入戏 只是震应商也很明显 人和小辣椒洋语 骂流氓的这一段够酸爽 只是这嘴也够大 还被网友揍成了表情包 除了嘴大 网友还发现了另一个问题 小编特地去看了看 果然不小 真是实力实力抢劲 还有不少网友戏 称 是打陈少聪的那一巴掌 打得太用力了还没消肿吗 蓝莹莹在电影《幻璧》中饰演海棠 而走近观众的视线 因在真旋转中 饰演颇有心计 却本性善良 为爱牺牲幻璧 而被观众所熟使 演技青涩却很有张力 是一颗很被看好的新星 从爱人的谎言 小丈夫 山海精致赤影传说 在道外客风云 蓝莹莹的演技步步渐长 演得了大反派 也呵护着得住小辣椒 实力不可小觑 网友对 其演技也是连连称赞 还有网友说 演技好就行 不在乎嘴大手大 这个看法小编也是支持的 事业顺风顺水 爱情也是十分如意 和童年记忆的陈湘 曹骏也是两元家人 两人自6月12日起相恋 2016年12月9日 蓝莹莹和曹骏发布首次正面谈恋情 相互认爱对方 互称对方为首师先生 迟到小姐